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将走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胸外科 该科室是成立于1952年 是我国成立最早的胸外科之一 在胸外科的多种疾病的诊疗上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这个科室一直秉承着自己的宗旨 可以概括为三罪 为每位患者提供国际公认的最佳的治疗方案 最好的治疗方法和最全面的医疗照护 那让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 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胸外科专家 杨帆 肺癌追杀者 掌握蛛丝马迹 将肿瘤一网打尽 刘彦国 肺葬修补师 不让隐匿的肺部损伤 夺去你的生命 周健 肺节节审判官 让你看清真相 与节节和平共处 让我们掌声欢迎三位专家 欢迎你们 那我们就先请杨主任为大家送出 您今天带来的健康忠告 我今天的健康忠告是 肺癌早发现CT很重要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两个烟鸣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呢 烟鸣老刘抽了三四十年烟 老刘呢不太喜欢去医院 也不体检 那么有一天呢开始咳嗽 大概咳了半年多 而且人消瘦 那么等最后迫不得已 家人让去的时候 发现是肺癌 而且是晚期 一年多老刘就过去了 与他形成鲜明对照呢 是烟鸣老李 老李呢也抽烟 但跟老刘最大的不同 是他愿意体检 而且孩子给他又加做了 胸部的CT的体检 然后在某一次胸部的CT检查中 发现肺上有问题 然后后续诊断治疗 发现是早期的肺癌 手术以后老李被治愈了 那么从此老李过上了 健康幸福和长寿的生活 那您提到的那第一位烟鸣 老刘 他以前是没有检查过肺的 没有做过CT的是吗 是的 他就缺了一个环节 体检 CT的体检 所以看来做CT的检查 来观察我们肺部的变化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那可能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 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搞清楚 我们常规体检当中拍的胸片 还有刚刚您反复强调的CT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为什么如果我们要是 去做CT检查的话 就可以及时地观察到 我们肺的一些病变了 我们可以结合道具 帮助大家来理解 杨主任这个面包 是用来模拟什么呢 这个面包是用来模拟 模拟人体 来这个展示一下 为什么什么叫胸片 什么叫CT 那么胸片呢 实际上是一个前后对穿的 我们说投影 你好像我把这个面包拍扁 这就是一个胸片 它是看到从前到后的 所有压缩在一起的一个投影 所以我们看不到里面 每一个层面的细节 那从这个面包 您刚才提到了 也是来模拟我们人体的肺部 好像只有长在外边的 这些位置的 这个是葡萄干 才能够看得一目了然 如果它是长在里边的话 胸片就看不到了 对不对 或者说我们能看到的 只是费上所有 包括葡萄干 包括面包在一起 压缩在一起的投影 那么它能够区分的 这个能力比较差 所以我们看一张胸片 里面只有淡淡的浓与淡 淡淡的白与黑 所以呢里面很多细节 无法显现 而我们看到的CT 所谓断层 往往是一堆片子 而每一个片子上 有一个一个像 所以它提供了远远 这个百倍千倍的信息 我们可以把面包 来给它分开 分成一个 这个断层 那么某种意义上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CT的影像 就是我们这一个 断层的这一个面 我们在现有的技术 在我们的系统上 能把这个面做到多薄 常常是一个毫米一层 所以我们相当于 可以把一个人体 变成了一个毫米一层 每一个层面 所看到的走形纹理 里面的葡萄干 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所以CT使得人类 第一次有办法 看到体内的解剖的细节 因此使得我们有能力 发现早期的病变 无论这个病变是好的 还是坏的 明白了 你看 刚刚呢 杨主人模拟说 当我们切开的时候 这就是CT在工作 把它切开看到这里边 有一个小葡萄干 那可以想象 可能这个就是长在肺上的 一个癌变的组织 但是 如果要是拍胸片的话 你从这个面 是完全看不到的 是不是 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 CT的检查有多重要了吧 现在国际上 大家已经公认 就是仅仅三次 螺旋CT的普查 可以降低肺癌死亡20% 同时还可以降低 其他无意中 能被CT发现的疾病 所引起的死亡 好 非常的清楚了 谢谢 我们可以撤掉道具 请杨主任再一次强调 您送给大家的健康忠告 我今天的健康忠告是 肺癌早发现 CT很重要 好 那今天现场呢 我们也请到了 青年组 中年组和老年组 三组嘉宾 听完杨主任的介绍之后 大家相信啊 心中还会有一些疑惑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 随堂提问环节 报告 我有一个提问 其实通过主任的讲解 我跟我同桌还在聊 说根本就不知道 胸篇和CT的区别 今天才刚刚知道 所以其实我们去体检的时候 有的时候 不会去主动去体检CT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什么样的人群 需要去体检CT 这就是我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看青年组丁丁 要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丁丁想了解 什么样的人 需要去做CT检查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应该说第一 对于肺癌检查来说 CT是有效的 第二 CT的辐射是有害的 所以我们要 很好地去平衡 得到的潜在的好处 和必然产生的坏处 那么用国际上 大家公认的一个 这个想法 就是我要找到 最有可能 从中获益的人群 来做CT 而不是把CT 用于所有人群 特别是不能滥用于 中青年的这个人群 因为辐射是有害的 大家认为 就是一天一包 在情况下20年 或者一天两包10年 特别是 家里有别人得肺癌的 高危人群 去做CT 现有的标准是 一年一次 低剂量螺旋CT 因为低剂量螺旋CT 比我们医院 平时用的 这个螺旋CT 剂量要低 为了降低 在它有生之年 每年一次检查 所带来总共的 辐射的危害 非常好的问题 好 那听完之后 其他两组嘉宾 还有问题吗 报告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身边就朋友 得了肺癌 就是发现出已经晚期了 就转移了 那么一年多 这人就走了 其实像我们身边 好多人呢 就是说 感觉自己不舒服啊 也知道可能 有点什么问题 但是呢 不敢去面对 不敢去查 特别是癌 一听就是绝症 所以呢 我就想问 请问专家 就是说 这些老年人 要真查出得来了 还能治愈吗 好 我们看看老年组 何叔叔 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他想了解 发现肺癌 能够治愈吗 先用一句话 回答问题 相当比例的肺癌 是可以治愈的 而且这种治愈的机会 随着发现越早 这种机会越大 那么如果我们把 得罹患肺癌 当做人生的一场 劫难的话 那我们越早地 发现这个劫难 我们就能 越好地度过这个劫难 从此能够幸福 长寿的生活下去 所以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它是可以治愈的 这张图呢 实际上用我们说呢 是叫做五年生存率 恶性肿瘤呢 往往使用这个指标 来代表治愈 大家认为如果能够 很好的活五年 没有问题的话呢 大概就治愈了 那么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比例呢 就是不同的 肺癌的早与晚 时候 它对应的五年 活下去的机会 那么这个百分比呢 可以当做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早期 比如像一个 它叫1A1 那么它到五年 都没有问题的机会 大概超过百分之九十 九成以上 没有问题 这是早期的1期 1A2呢 八成以上 没问题 1A3八成 可是我们看到 最后的时候 到四期 这是最晚的 真正的晚期 有没有治愈的机会 有 一成 因此呢 我们实际上是希望 把病魔扼杀 在早期的阶段 使得它有更好的机会 更大的几率 达到治病的机遇 这就是我们 所谓肺癌筛查的 所有的意义 同时第二点 我想说的是 我们今天的手段 的发展和进步 使得我们想治愈 一个肺癌 所付出的代价 和成本和风险 越来越小 我现在比如以 这个肺癌早期的 手术而言 我们已经有了 很好的 所谓微创的手段 那么这种手段 可以让 付出很小的痛苦 付出很小的代价 那么承受 很小的风险的情况下 把一个早期肺癌 得以彻底的治愈 而且治愈之后呢 不大影响 自己的工作能力 生活能力 还可以很好的 重返家庭 重返社会 重返工作 所以实际上 这个技术的 发展 使得早期肺癌 不但是一个 可治愈的病 而且是一个 可以付出很小代价 得以治愈的病 这个微创手术的方式 是不是跟 传统的手术方式 相比较 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应该说 这个进步是 天然 天然之别的 我们正好有一个 小的 这个 做了一个小小的动画 我们看到 它里面有 肋骨的支撑 所以如果 我们看到 这里面有一个 不好的东西 需要取出的时候 在传统的办法 只能把上面的支撑 给掰开 那么这个掰开 是非常残忍 而且这个过程 你可以想到 用我们的话 说要离断 一侧胸臂 所有的结构 所以在传统上 一种说法 就是胸部开胸手术 是所有切口里 最疼的 应用撑开的过程 对所有 控制你感觉的神经 是毁灭性的 那么现有的 微创手段 就大大缩小了 这一个切口 就像现在我们显示的 而且现有的 微创手段 和传统手段 最大的根本的区别 就是我们再也不要 去把它硬切开 我们只在一个 小小的切口里面 有人说是钥匙眼 完成里面 所有的操作 那么同时里面的操作 完成的技术的要求 技术的标准 和传统 是一模一样的 不痛苦 不受罪 那么不痛苦 不受罪 就带来患者更好的康复 使得它比传统手术的 手术安全很多 刚才何叔叔 讲到的老年人 传统手术很大的风险 微创手术 可以很平稳地度过 那么平稳了 就代表了 住院天数短 就代表了 快速的康复 所以又使得 一个家庭 和医疗成本的降低 包括家庭 陪护成本的降低 之后 它对胸臂的损伤小 又带来劳动能力的保护 家庭功能的保护 使得它不会因病治贫 也不会因病治残 这样它可以回到 正常的家庭身份 正常的社会身份 那么这对一个患者的 身心健康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由一个简简的口大 口小 所带来了患者痛苦的降低 卫生成本的降低 治疗关口的迁移 最后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 肺癌病人能够在早期阶段 把病魔扼杀在摇篮中 刚刚我们在那个动画上看到 通过微疮手术 在摘取掉一部分的 癌变组织之后 它那些剩余的肺部的组织 也可以在手术过程当中 得与缝合吗 这个事情我们在技术上 已经大概二三十年前 已经完全能够实现了 那么这个技术 不但非常实现 而且它非常成熟 甚至现在我们国产的 相对的这个技术 和用的耗材 也非常非常成熟 而且非常非常便宜 明白了 所以何叔叔 像您身边的这些老朋友 一旦要觉得身体不舒服的话 及时地到医院去做检查 不要汇集几衣 那我们看到 现在先进的手段 是可以大大降低 我们的身体上的痛苦的 而且治愈的效果非常的好 感谢杨九人的介绍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接下来我们有请周健医生 周医生今天要送给大家的 健康忠告是什么呢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忠告是 肺结结离肺癌远着呢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 王叔叔的故事 王叔叔是一个45岁的中年男性 他最近刚刚去陪着他的家里人去住院 所以他也做了一个胸部的CT 但是做这个胸部CT 忽然发现他的肺里边 有一个7毫米的小结结 王叔叔就特别地紧张 因为外院告诉他 这个结结需要密切地随访 所以说他就是晚上也睡不好觉 然后白天工作也没有精神 后来他又来到我的门诊 我先仔细地看了一下 他以前的这些检查的记录 结果发现他正好是在半年之前 在我们医院刚刚好做过一个CT 他这个结结那时候并没有出现 这种我们要高度怀疑 它是炎症的可能 所以我让他去口服抗生素 口服了两周之后 又过了一段时间来复查CT 结果发现王叔叔的这个结结 他就不见了 而且他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 也是就不再恐慌了 其实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就是发现肺结结不要太恐慌 首先建议还是来我们专业的门诊 去我们胸外科 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科室去就诊 我们去给你专业的指导和治疗 之后我们再看下一步 怎么去随访观察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 发现结结不等于得了肺癌 您今天带给大家的健康忠告 是肺结结离肺癌还远着呢 可是我们总觉得肺上长了小东西 这是不是就是一些恶变的癌细胞 总会有一些担心 那这个比例之间 是一个什么样的联系呢 其实啊这个我们因为随着最近这个抗疫的需要 我们在发热门诊 其实胸部CT应用的这个比例是越来越高 而且呢大家的这个体检的意识也是逐年的提高 所以说身边人做CT的人是越来越多 但是呢你只要做胸部CT 其实就有一定的几率会发现这个肺内有结结 我们也统计过我们医院所有的因为筛查原因去做的这个CT 一共有17万人 17万例 17万例呢其中有12万例都发现了胸部的结结 肺部的结结 比例很高 对 所以说是超过一半的人都有肺部的结结 但是这些人呢我们如果说追踪他的这些结果 可能只有5%的人 或者说其中一小部分人 我们考虑需要密切随访 有可能是这个恶性的可能性 所以说呢从这个比例上来说 肺结结和肺癌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其实呀肺结结它只是一个我们的专业名词 就是说肺上有一个像结结状的影子 但是呢实际上你肺里只要有一些密度 比肺组织高的这样一些组织 或者一些结构 它就会在CT上展现为一个肺结结的样子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肺内的淋巴结的一个图像 这个肺内淋巴结呢 其实是我们每个人肺中 其实应该都有的这么一种正常的结构 就像我们这个正常的扁桃体等等这些 这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免疫器官 但是呢有的时候有的人 比如说这个因为抽烟呀 或者说因为一些炎症 导致肺内的这个淋巴结有增大 这样呢在我们一个胸部CT上就能看到 而且呢这个其实随着我们现在胸部CT的这个发展 它的这个层后越来越薄 那我们像刚才看到的这个切面包的这个情况 我们的CT切得越薄 它就越有可能发现更细微的结构 现在呢其实像这种肺内淋巴结是发现的越来越多 但是呢它有它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特征 我们一般来说像这些肺内的淋巴结 它都是直径是一公分左右或者一公分以下 而且呢它跟周围呢有可能是有一些像细线一样的这样一些结构 这样呢在我们医生判断的时候就会更倾向于这么一个淋巴结的一个情况 淋巴结经常会呈现为一个多边形的一个表现 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淋巴结通常在长期随访中 它一般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增大或者这种变小的情况 这是其中的一种情况 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 其实呢我们在肺内还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这个良性结节呢 是这个我们肺内的炎症 这个肺内的炎症呢通常都是因为以前比如说得过一些肺炎 有一些感染导致的这个肺内有一些反应性的增生 这样呢在我们胸部CT上表现呢也是一个密度增高的一个影像 有的时候呢比较典型的是一种云雾状 它的边界不是很清楚 这些呢大多数影像科都能把它判断成是一个典型的肺部的炎症 发现之后其实呢还是如果说我们判断需要抗炎的话 还是建议先试验性的抗炎抗感染 我们用一些抗氧素给这个患者用 这个患者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它其实这个肺内的这个结节呢 比较像一个有一些这个恶性的特征 但是呢我们给它还是让它首先不要太担心 果然它抗感染之后复查 可以看到在旁边的这个CT图像上 就看到它的结节是明显的消散变小 像这种呢我们其实还是考虑为肺部的炎症 这也是一个良性的影像学的表现 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像我们中国呢 和很多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结合的一个好发的一个人群 这样呢其实在这个肺内经常会出现 你比如说年轻时候得过一些结合 或者说既往有一些这种特殊的分支杆菌的感染的这么一个表现 在这个肺窗上看呢 它这个结节其实呢也是有一些毛刺 有一点点的分叶 甚至于有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些胸膜的牵拉 形态上可能跟这个肺癌也有一些类似 但是呢我们如果调到纵阁窗就会发现 在那个红色圆圈的中间 其实是有一个特别亮的点 这个亮的白的程度呢 其实跟这个骨头其实差不多 也就是说这个结节的核心呢是一个钙化 像这种呢我们可能考虑更大的几率 可能是一个结合瘤 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感染的病灶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良性病灶的一个表现 那我听明白了通过检查呢 很有可能肺上出现的某一些东西 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在报告上会体现为肺结节 但并不是所有的肺结节都是肺癌 请周医生再次强调 您今天送给大家的健康忠告 肺结节离肺癌远着呢 好我们三组嘉宾今天听完周医生的介绍之后 有什么样的疑问呢 接下来进入到随堂提问环节 报告 听完专家老师说这肺结节的问题啊 心里特别的担心 因为像我其实就有结节 然后我身边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有结节 然后就是挺担心什么呢 就是未来的路还有很长 在这几十年里边我们应该怎么注意它 是不是我每年都要做一个定期的检查 去看一看它这个程度呢 好我们看看今年组刘帅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长了肺结节要每年定期复查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如果我们体检发现这个肺内有结节的话 还是需要密切关注的 因为毕竟呢 它是一个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结构 但是呢 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现行的这个指南 和我们的这个标准的诊疗的流程 我们如果说每年 或者说每半年去复查这个肺结节 它没有明显的变化的话 那两年以后 我们可以适当地拉开这个复查的间隔 甚至于你最终可能回到 像正常人一样的体检的间隔就可以 当然了对于这个45岁以上的 有高位因素的这些患者 你发现了这个肺结节 即使呢 你是有两年都没有变化 那我们还是应该去按照正常的肺癌 筛查的频率 每年查一个肺部的低剂量的螺旋CT 嗯 非常的明确 好 其他两组嘉宾有什么问题呢 报告 分件是这样 我身边呢 有朋友 查出这个肺结节了 但是万幸呢 我没有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如果在观察中发现有变化了 那是不是就告诉我们 这 它有危险了 需要定期地去做检查 得小心点了 这个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好 我们看看中年组的 云生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那肺结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要提高警惕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呢 我们这个肺结节呢 它会有很多的变化 但是呢 我们最主要的判断呢 其实是要依靠医生来判断 像我们的肺结节有几个 可能是恶性的这种变化 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CT的图像 它这个图像里面的这个肿块呢 或者说它这个结节其实已经有了 很明显的这个毛刺和分叶的表现 而且呢 还有一些胸膜牵拉的这样一些表现 像你的肺结节如果在随访过程中 出现了这些恶性可能性比较大的 这种一些特征 我们还是需要提高警惕 很多的肺结节其实 它有可能我们观察 一年两年甚至三年 它都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呢生长速度 在有的这个恶性的肺结节里边 是跟良性有明显的区别的 像我在门诊 我们最近有一个病人呢 他其实在一月份的时候 查的这个肺内的结节呢 只有1.7公分 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结节 但是六个月之后复查 这个结节呢 就增大到了3.5公分 像这种生长速度比较快的 我们在医学上有个术语 叫做这个体积倍增时间 就是算它这个体积增长一倍的 所需要的时间是多少 一般来说呢 它的体积如果在400天内 就要增长一倍的话 我们就需要关注这些节节 因为它有可能是恶性的 所以说像这个患者呢 我们就发现了 它的肺结节有快速的增大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赶紧收住院 给它做了手术 这样呢术后它的病例 也是一个紧润性的腺癌 也是一个恶性程度 比较高的一个亚性 所以说这个病例呢 就是告诉我们 生长速度 我们其实还是要重点关注的 好 非常的明确了 感谢周医生今天的介绍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郎们由吉林敖冬 安神补脑夜独家冠名播出 接下来我们有请刘彦国主任 欢迎刘主任 刘主任今天要送给大家的健康忠告 是什么呢 我的忠告是 青少年突发胸痛 小心肺迫了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 有一个患者 他是北京某个大学的 大医的男生 有一天早上 他和平常一样 起床以后洗漱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左侧胸痛 当时疼痛不是很厉害 他就忍了忍就去上课了 没有去医院 后来到中午的时候 胸痛倒是减轻了 但是出现了呼吸困难 喘憋 同学们都劝他说 你去医院看看 他说想休息休息 观察一下 到下午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 这个胸痛 喘憋症状 非但没有缓解 而且越来越厉害 尤其是呼吸困难 这个喘不上气 甚至造成这个口唇的亲子 呼吸很费力 那么就在同学的这个救护下 送到了附近的我们医院 我在接诊到这个患者的时候 检查发现 他这个左侧的胸阔是鼓鼓的 我们看一下他那个胸偏 他的这个左侧胸腔 积满了气体 这个左肺被压缩成一团 缩在了肺门 这个心脏气管 还有这个大血管结构 都被挤到了这个右侧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 绝大多数黑色的这个部分 体现的是什么呢 是气体 原本的胸腔是被这个肺锁完整的填充 胸门腔里面不应该有游离的气体 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 如果不第一时间处理 就有生命危险 所以这就叫气胸 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 包括上了年纪的朋友 我们依然不太清楚 究竟什么是气胸 就是气跑到了胸腔里吗 对 简单地说 就是胸腔里积了气 因为各种原因 使得气体进入胸门腔 肺受到不同程度的压迫 就叫气胸 这种气体可以来源于外界的空气 比如是外伤 胸部刀扎伤 外界的空气 可以沿刀口进入到胸腔 这叫闯伤性气胸 还有一种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 比如刚才大学生的情况 肺破了 肺里的气体跑到了胸腔里面 这个叫自发性气胸 我们的肺里面是有很多细的支气管 细支气管的末端又有很多肺泡 在呼吸的时候 我们吸气的时候 这个气体从支气管进入肺泡 让肺泡充盈 然后肺泡体积增大 呼吸的时候肺泡缩小 这是一个正常的呼吸状态 病人他可能婴幼儿时期 支气管或者肺内有过某些炎症 造成支气管的狭窄 狭窄之后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双向车道 突然变成了单向车道 这个气体只能进不能出 所以造成了我们局部的一小部分肺 肺泡腔的压力增大 如果这个人同时他有肺的弹力纤维 发育不完全的话 这个肺泡壁比较薄弱 这样的话肺泡腔压力不断增大 肺泡壁又比较薄弱 在某一些情况下 比如我们吸气摒气的动作 或者是咳嗽的动作 或者甚至像刚才那个孩子一样 没有什么特殊诱因的情况下 也可能会破裂 让肺里的我们正常呼吸的气体 跑到胸膜腔里面 把肺压扁了 这就造成气胸了 所以这个气胸一旦发生以后 它会压迫我们的内脏器官 胸腔里的机器 压迫我们的心脏 压迫肺 压迫这个纵隔的结构 造成这个病人的呼吸困难 胸痛 喘便 但是一旦破裂发成气胸 就是一个急症 需要紧急处理的 很危急 是这样的 请刘主任再一次强调 您今天送给大家的健康忠告 青少年突发胸痛 小心是肺破了 那刚刚听完我们刘主任的介绍之后 我们三组嘉宾谁有疑问呢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随堂提问环节 报告 刚才听到这个气胸的问题吧 就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啊 那我身边呢有一个同事 他的小孩呢 就是跟我儿子是同学 在上中学的时候呢 他们比较好动 经常去打球啊 踢球 结果他们有一次的时候 去活动的时候吧 在活动中间 他突然吧 他就感到不舒服 好像胸有点难受 他就下场了 下场在一边休息 我们家长什么的 都以为他是差气了 所以没太在意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吧 他的症状仍然没有减轻 还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家长吧 就有点害怕了 带孩子去看了 一看一检查吧 真是叫气胸 所以呢我就感觉到什么呀 有点疑惑 那到底这个气胸的疼痛 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好 那我们看一看 刘阿姨关心的问题就是 气胸的胸痛有什么特点吗 引起胸痛可以有很多原因 但是气胸造成的胸痛呢 是有它独特的特点的 首先它是突然发作的 其次呢 它往往是单侧 当然也有双侧同时发气胸的 很罕见 往往是单侧 另外呢这种疼痛啊 可以是针刺样 也可以是撕扯样的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在胸痛发生的同时 或者很快会出现喘憋 呼吸困难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这种呼吸困难呢 可以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 迅速加重 造成严重的呼吸困难 甚至呼吸衰竭 它有这些独特的特点 所以就说如果一个胸痛 同时合并有喘憋 呼吸困难 就一定要警惕是气胸的可能 要尽快就诊 明白了 而且刚刚你也跟大家 分享了一个病例 那个孩子也是发病的时候 在十几岁 然后刘阿姨提到的这个病例呢 也是发病的时候 是处在青少年间 对 为什么青少年 是特别容易发生气胸的呢 15到30岁 是气胸发病的一个高峰年龄 目前呢原因还不是特别清楚 那确实存在这么一个现象 就青少年容易出现气胸 或者气胸的高发年龄在青少年 一般认为呢 可能是这个 这个婴幼儿时期的时候呢 肺部的炎症造成气道的阻塞 他这个孩子呢 本身因为各种原因 造成他先天性的 肺的弹力纤维发育 不是很健全 那等到这个 慢慢累积 慢慢累积 到大概青春期以后呢 这个肺泡的压力越大 就表现得比较明显了 可能就破了 造成气胸 是这样的 所以青少年这些朋友们 反而应该高度地警惕自己 出现这种特殊的胸痛 对不对 是这样的 好 那其他两组嘉宾 还有问题吗 报告 我有问题要问 那我们知道 肺和我们的呼吸息息相关 那我就想 像我们比较年轻的人 运动量就比较大了 那就需要更多的肺活量 那是不是就更容易气胸呢 好 我们看看伊林关心的问题是 运动量过大会引发气胸吗 不是这样的 我们正常的健康人 无论多大的运动量 都不会引起气胸 当然平时我们可能也遇到过说 有的孩子打球的时候 或者其他运动的时候 突然这个喘憋 突然气胸了 说哎呀 这个是不是运动量大了 就引起气胸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两个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那什么样的一些因素 真的是会诱发气胸的发生呢 你比如它是瘦高体型 瘦高 尤其是瘦高体型的男生 因为男性患气胸的概率 比女性高三到六倍 第二点 瘦高体型的人 他这个胸阔狭长 我们知道正常胸门腔的 是成一个负压状态 是负压 那这个负压呢 从这个肺底到胸顶 或者到肺肩呢 是一个逐渐递增的一个趋势 就是在肺肩部呢 承受的负压最大 如果这病人胸阔很狭长 那长期以来 这个肺肩部就承受更大的负压 所以这样的瘦高体型的 就是豆芽菜一样的男生 是容易得气胸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有气胸家族史的 就是在直系亲属中 有人得过气胸 那这个是属于这个 得气胸的高危人群 第三个呢 就是你自己曾经得过气胸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特点 就是气胸这个病 它会反复发作 就是说你得过以后 得过一次以后 你将来很可能还在得 所以如果曾经得过气胸的病人 他突然某一天说胸痛 这个喘憋 那很可能就是气胸 所以这三种情况需要警惕 我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建议呢 就是你曾经得过气胸 好了之后呢 该运动还得运动 我就发现有的得了气胸的家庭 父母呢 就让孩子千万别动 千万别动 别在气胸再复发了 这是不对的 就是真正气胸好了之后 还是应该很好的进行体育锻炼 让这个身体强壮起来 这样抗病能力才能强一些 好 理解了 您看通过我们今天三位主任的分享呢 相信大家对于肺部疾病呢 又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所以一旦要是身体出现了一些变化 我们自己难以判断的时候 怎么办呢 赶紧是找专业的医生来帮忙 好 所以我们最后要感谢三位专家的介绍 那么看完电视 看直播 有问题就直接问专家 也欢迎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在央视频上的直播 感谢我们所有嘉宾们的参与 也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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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